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1月23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四了 世界很多東西 冥冥中真的有主宰 那些人 好日子 都不買長馬 一買馬 那些騎士就墮馬 也有些人 是一輩子都不說一次真話的 一說真話 又出事 這次是誰呢 習近平 習近平基本上我們也覺得他是第一次說真話 是甚麼時候 他在APEC會議上面 跟泰國的新總理高佬 六呎幾個高佬聊天 他 向高佬很坦白 他的手勢很小 打不到籃球 因為他的手勢捉不到籃球 結果他踢足球 他就說他很喜歡踢球 做了兩種動作 就好像要踢泰國總理 這個不要緊 泰國總理 大家知道他是世界小孩 他是地產老 也是因為 他信才是真正的幕後老闆 他只是keeper 他就是keeper 做keeper的事 當然是拆鞋子 看到習近平 哇 這個大哥很厲害 當然要看著他 習近平在說甚麼 然後他就說 你們很厲害 你們國家隊剛剛在世界杯外圍賽 贏了我們泰國2比1 然後習近平就說 其實這個是僥倖 因為我們的國家隊 是有點起伏 意思就是他也沒有甚麼信心 贏了你們2比1 是幸運的 結果 一羽勝参 真是幸運的 然後主場 迎戰這個勁女南韓 就糟糕了 這個是 2026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 私祖賽事 星期二 前日 主場 對南韓 結果 南韓數3比0 而且 英超球星的孫興文 兩射一傳 結果就入了三個 第一顆 是 12碼 全場我看到 人們不斷地射孫興文 一逢他打球就射 當然啦 你射他有甚麼用 數了你兩顆 入了你兩球 另外一球也是他傳中 才射的 所以三球也關他的事 這件事 其實也很值得拿出來說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現場的球迷 大部分都是中國球迷 揮舞他們的旗次 結果 有人 有一個 應該是中國球迷 看看球隊 覺得不對勁 孫興文太厲害了 也 很不滿國竹的表現 大家老實說心照 大家都知道國竹是垃圾 結果 他 即時就換上孫興文的衣服 然後 就被現場的其他中國球迷圍毀 打得很糟糕 結果 當然要公安來控制場面 這件事其實 也 挺嚴重的 因為 那兩個都被人打得很厲害 當然 保安 被球場的保安就進來 帶走他們 很多 中國球迷就罵他們漢奸 走狗 穿著熱刺球衣在主場球迷區招搖 本身就是挑釁行為 據說還有女粉絲 為了支持孫興文揮舞太極旗 實際上大家打球 英超 如何呢 人家真的在英超打得很好的嘛 其實很奇怪 熱刺今季 現在還是榜首 我沒有印象 沒有記錯 因為最近沒有賭 沒看 沒有空 熱刺 自從哈利·賈利 賣掉去拜仁之後 他在拜仁也是大放異彩 而孫興文沒有他 也是大放異彩 究竟是否當時兩人 八字不合 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反而得不到好結果 他們分開了 分別都是大放光芒 厲害了 說回場球 上半場他就射了12碼 其實八分鐘就射了12碼 然後全場不斷射他 他就把手指放在嘴裡 做出一個慶祝動作 每個人都射了他 也不是很厲害而已 沒甚麼可怕 當然 這些東西說出來 你們有沒有能力進到他的球呢 你們有沒有能力搶走他 好像沒有 韓國也是看到的 因為你是韓國賽事 有份的賽事 韓聯社星期三 就以當地球迷失禮行為引起非議做標題 就說現場觀戰的一些中國球迷 無禮行為引發爭議 提到有人用雷射筆照射南韓球員 例如 李剛仁準備踢國球的時候 他的面部頸部肩膊周圍被綠色的雷射筆照射 而孫興文射12碼的時候 也遭遇雷射筆照射 南韓代表其實是星期一抵達深圳機場 當時 獲得大批的中國球迷接機歡迎 中國的足球評論員黃濤批評這個做法 就說比賽事關國家榮譽 不是追星的時候 不應該為南韓加油 你們這些廢物 小小事就這些民族主義上身 基本上現在大陸很多人跟哈馬斯是沒有分別的 好了 他們即時說回 習近平上個星期在三藩市APEK峰會 跟泰國總理蔡塔聊天 說到國竹怎麼可以作下2比1反勝泰國呢 實際上是僥倖成份大 他應該對他的國家 就沒甚麼信心了 其實 大家都知道 其實 習近平很喜歡足球 因為他自己說手勢 手勢 根據上學來說 這叫做掌不到拳 手夠大才掌到拳 手一小就掌不到拳 這個手的大小是要跟你的身體比例 是有關的 即是你一個人很高大的 手不大 反而就顯得小了 他也算是大大隻隻啦 肥子大隻啦 如果是按 身體的比例 他的手的確是小了一點 足球是不是真的 本事也不知道 不過問題是他很喜歡足球 所以當時有個拆鞋子想拆他的鞋 就買了一對 廣州恆大 賣了很多錢 還說要拿幾百億出來建一個主球場 結果爛了沒有 中國足球也玩完了 恆大這隊球隊曾經拿過很多屆的中超聯冠軍 因為賣了錢 死得花錢 結果 結果 他一沒錢 整隊球就瓦解 玩完了 中國足球為甚麼會踢得那麼差呢 實際上 是跟制度有關的 因為 不是一個人踢到球就有人欣賞 你是要有關係 要有門路 而且 還要有很多商業的利益 周不時也要配合打假球 所以中國足球為甚麼搞不起 為甚麼沒有辦法 是打得入主流 甚至乎 很多時候連贏泰國 越南的球隊也要靠符合 以前對泰國 越南是贏的 現在 對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有得贏 對泰國和越南也會輸 可以輸給泰國和越南 還有敘利亞 打仗的敘利亞 戰亂了十幾年的敘利亞 也是很輕鬆地贏中國隊的 你想一下 你說出來是不是很令人沮喪呢 習近平這輩子第一次說真話 說中國足球的贏球 其實是僥倖成分 為甚麼呢 不是開玩笑 他真的是第一次說真話 每次都說謊 沒一句真的 出來說中國已經脫貧 偉大復興 有哪一件事是說真話的呢 沒有 真的沒有 這一次是唯一一次說真話 但是 很多時候人就是這樣的 例如一輩子都不敢坐飛機 坐飛機 坐飛機就出事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十年都不賭場馬 從來都不賭場馬 誰知道 他買了100元 那隻馬真的跑第一了 最後被告掉 貶了下去13 慘得不得了 慘得 慘過梁天來的七師八命 真的 十年都不賣了一場馬 一買馬就中了 誰知道 被告掉了 貶到落地尾 習近平也一樣 從來都不說真話 每一句都是謊言 一說真話就出事了 中國足球 又遭到別人的屠宰 其實本身沙特阿拉伯應該是三幾年 2034還是多少 好像是 好像是2034 沒有人去跟他爭主辦 實際上中國應該是申請主辦權 錢你們不是沒有 好像杭州那樣 搞個亞運會花那麼多錢 搞世界盃 你們如果申請世界盃 你們就可以以主辦國身份 主辦國就不用踢這個附加賽 直接進去 多厲害 入了決賽州 如果不是這個方法 我想 在有生之年 不是習近平的 是我的有生之年 也沒有辦法再見到中國隊再次入決賽州 好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老婆公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的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來看節目第一時間 先按LIKE吧 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多點分享 我們節目 BYE BYE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小心 不 waited 至少 gre 只arde 脊椀 全 露 我們 感谢观看